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今年是北韩建国73周年 根据韩联社报导 北韩在今天午夜过后 疑似在首都平壤举办了阅兵仪式 如果证实将会是北韩去年10月之后 第三次在夜间进行阅兵 根据韩联社报导指出 目前还不清楚金正恩是否参与金远 也不清楚展示了哪些的武器 而南韩的军方则表示 有迹象指出北韩举办阅兵 正在进行相关的分析 但其实这个月稍早 外界就观察到北韩美龄阅兵训练场 有部队和军车集结 当时就推测 北韩可能是要举办阅兵活动